透过热点分享观点,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德传媒,我是Gary 最近中国外汇管理局公布第二季度国际收支数据 9月份进出口数据也刚刚发布 中国面临外资引入的断崖式萎缩 在中美利差不断拉大的情况下 证券投资资金持续撤离 与此同时,西方大型银行正在为应对未来西方对中国的制裁升级做准备 已经有银行机构在进行相关的规划 10月13日,美股盘前摩根大通公布第三季度财报 第三季经调整后,营收406.9亿美元 高于市场预计的399.2亿美元 有人可能想了,这不是好事吗? 可是您知道摩根大通的主要收入来源吗? 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摩根大通CEO吉米·戴蒙在财报中发表评论称 当下可能是世界几十年来最危险的时刻 那好,接下来我们就聊聊详细的内容 根据中共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 2023年的第二季度 外国股权FDI流入金额仅为51亿美元 环比下降234.6亿美元 这是1998年有数据以来的最低值 中国外商直接投资资金FDI的大幅萎缩 对中国经济带来了严重的冲击 因为中国FDI资金的流入 是中国中长期资金流入的重要来源 是中国补充外汇储备的重要力量 也就是说 外商直接投资再继续萎缩 外汇储备将面临严重的冲击 另外 FDI与中国出口形势密切相关 它甚至是中国出口变动方向的 晴雨表或领先指标 主要原因是 中共在2020年加入WTO以后 逐渐的在全世界确立了世界工厂的地位 随着过去20多年的外商不断投资 他们也把加工业的技术和经验带入了中国 有了外商的投资 出口才会不断的增加 这个很好理解 外国资金进来投资电厂 把制造的产品销往世界各地 慢慢的就形成了全球范围内完整的产业链 所以随着FDI投资不断的增加 未来出口的产品也会越多 外商不断的撤离 那出口也会不断的萎缩 目前外商投资连续11个月萎缩 就算未来可能会有波动 但无可逆转的大趋势已经形成了 外商投资断崖式下跌的根本原因 还是因为这习是中共的流氓外交 尽管最近战狼的声音减少了 但是过去多年的战狼外交 已经让全世界都看清楚了 这习是中共的本质 中共政权就不是正常人类的政府 不能用对待正常国家的标准来对待中共 正因如此 很多西方的银行已经做好准备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 英国大型银行正在为应对 未来西方对中国的制裁升级做准备 已经有银行机构在进行相关的规划 代表汇丰银行摩根大通等在内的 300家公司的英国金融游说团体 UK Finance表示 他们已经与美国和英国政府 分享了他们的一项计划 这个计划就是查清楚谁拥有资产 谁控制极面 以及中国产品的来源追溯问题 还深入研究了西方和中国在不同行业 尤其是技术等高风险领域的供应链中的商业关系 甚至探讨了一些可能在中国应用时产生负面效果的对策 总结起来的意思就是不再信任中国了 规划的负责人尼尔维利表示 这项工作是在西方与中国围绕台湾地位争议 不断升级的出口控制 对中国间谍活动的指控 以及北京对企业的安全打压的背景下进行的 总结就是 中国中共自己作的 另外有三位伦敦的高级银行家 匿名表示 他们的董事会已经讨论了 未来对中国的更严格制裁的可能性 其中一位就指出 从大规模网络攻击 到对台湾的军事干预的各种情景 都有可能引发对中国的进一步制裁 那我们知道金融行业是最敏感的 政治环境会直接影响到金融投资 那最近有这样一条消息 非常值得注意 伦敦市保险公司 因为担心中国可能采取军事行动 已经提高对涉及台湾风险的费率 削弱了保险的覆盖范围 在最近的节目中 我们反复强调了 中共对台湾动武的可能性 因为即使美国军事再强大 也很难在三线同时作战 目前俄乌巴尔都需要美国的支援 如果再有台海突然爆发战争 那可真的是应接不暇了 但问题是 就算总加速是敢动手 他的政权也很难保住 共军最大的敌人不是美国 而是中共整体无死角的腐败 更不要说军队内部的腐败了 枪炮一响 黄金万两 到时候全世界的制裁也会如期而至 从俄乌战争中 我们可以看到两件事情 第一战争一旦打起来 没人能预料到何时结束 二战争最终看的是经济实力 中共前几代党魁存下的这点家底 已经被总加速师败的差不多了 很难支持长期战争 从总加速师清理军队的情况来看 很可能是高级将领不赞同开战 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军队有几斤几两 他们也很可能因此被清理 虽然表面上的理由是贪腐 可是中共军队有几个是不贪腐的呢 一旦总加速师贸然开战 那就是息事中共开始终结的日子 而且很可能是中共军队内部的瓦解 经常有被洗脑的小粉红说 你们每天就是带风向黑中国 好吧 那为了你们心里能够平衡 我们接着前面说的 西方银行准备制裁中共 这个话题隐身来说一下 那节目开始的时候 我们就提到了 摩根大通第三季度的净利润增加 他们的CEO说 当下可能是世界上几十年来 最危险的时刻 因为摩根大通第三季度的净利润 有229亿元来自利息收入 这个利息收入同比增长30% 创下历史新高 消费者正在消耗他们的现金储备 美国目前的政府债务水平极高 财政赤字已经达到和平时期的最高水平 这些都增加了通货膨胀 持续走高和利率进一步上升的风险 此外 目前仍然不知道量化紧缩政策的长期后果 俄乌冲突和中东冲突 可能会对能源和粮食市场 乃至全球贸易和地缘政治关系 产生深远的影响 这可能是世界几十年来最危险的时刻 利率不仅可能保持在高位 而且可能在此基础上大幅的上升 今年9月份 戴蒙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 最坏情况是美联储可能会把联邦基准利率 上调至7% 而世界可能还没有准备好做出回应 美国不断加息 对中国也同样是噩耗 进入2023年第二季度以来 中美利差倒挂的幅度进一步加深了 2023年的6月底的时候 中美10年国债收益率的差额 已经达到了-1.2个百分点 比3月底再度下降了0.5个百分点 到9月底 两者收益差额 进一步下探到-1.9个百分点 这也是外资不断的流出 投资不断减少的重要原因之一 因为美元的利息不断的增加 无论是外资还是普通人 在大环境不好的情况下 都想把手上的钱换成美元给存起来 本轮美联储货币紧缩政策 使得中国外债资金从2021年三季度 开始大幅流出 至2022年三季度 合计流出了达到1543亿美元 这个就导致中国外债偿还的压力不断的上升 美国只要一加息 全世界都跟着瑟瑟发抖 另外根据数据显示 外资仍然在持续撤离中国证券市场 其中北向资金在A股市场的净抛售金额达到约800亿元 境外机构的债券净抛售金额达到了约700亿元 境外机构持有中国债券余额也出现明显的下降 8月境外机构减持中国债券498.1亿元 而9月中共官方外汇储备再度下降450.3亿美元 到了31150.7亿美元 其中估算大约150亿美元左右 主要来自证券投资或外债资金的外流 89月份合计大幅减少约892亿美元 为了能够缓解外汇储备不断萎缩的压力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分支机构 9月28日发布通知 要求劝商停止向内地投资者提供香港等离岸账户的证券交易服务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 这个文件已经得到四位消息人士的证实 综合来看 在外商直接投资断崖式萎缩 中美利差倒挂导致外资持续撤离的情况下 中国储备资产不得不更多依赖货物贸易 也就是说出口贸易目前成为中国经济的救命稻草 可是这根稻草目前也在枯萎中 数据显示 目前中国储备资产所依赖的几乎是唯一的支柱 就是货物出口贸易 2023年9月出口金额2991.3亿元 同比下降6.2% 这已经是自2022年10月 中国出口增速跌入负数以后 连续第11个月的下跌了 而9月份进口2214.2亿美元 同比下降了6.2% 贸易顺差777.1亿美元 同比也减少49.6亿美元 这已经充分的说明 中国的出口下滑趋势不断的加剧 贸易顺差仍然在持续的收缩 如果这个趋势不能扭转的话 对中共的外汇储备那将是巨大的冲击 人民币汇率也会进一步的承受压力 更严重的问题就在于 以出口拉动的经济 对外贸和外资的依赖那是非常严重的 换句话说 有了外贸和外资 中国人才能维持一定的收入水平 中国人有收入了才会有内循环的可能 也可以认为外贸目前是内循环的基础 因为房地产已经接近成为负资产 说白了就是赔钱的货 看着自己的房产不断的贬值 但该偿还的贷款一分都不能少 这种情况下消费自然会不断降级 没有消费还谈什么内循环呢 眼下就快成死水一谈了 所谓内循环模式下 基建和房地产为主导的需求 对经济的拉动过去是建立在这个模式上的 那就是出口拉动经济 提高国民收入 然后再提高国民消费和投资 而现在是出口不断下降 国民收入不断减少 消费和投资也相应的减少 更雪上加霜的 还有失业问题 近期水泥人网声称 今年初以来 中国22家房企近半年的裁员 就达到了2.8万人 连同去年排名 前50的房企裁员16万 合计已经接近20万人了 9月初已经传出消息说呀 碧桂园旗下的30家设计院 分公司集体解散 2000名员工被裁 随着职场竞争压力不断加剧呀 大学毕业生找工作更加困难 在万般无奈之下 年轻人开始去非洲找出路 根据BBC中文网11日的报道 过去除了拥有语言专业的学生 一般的情况下 到非洲工作 基本上不会是中国应届毕业生的考量 毕竟啊 这语言障碍 安全问题 文化差异等因素 都会令人望而却步 但随着大陆职场竞争的日益激烈 非洲就慢慢的成了选项 今年的毕业生人数 达到史无前例的1160万 未来几年的应届毕业生人数 预计将会再创新高 今年7月份以来 年薪20万 你会考虑外派非洲吗 这个话题迅速火爆网络 曾占据大陆微博的热搜榜第一 文章阅读量达到了2亿 此外 在影音平台B站 社群平台小红书上 也有一些人 分享在非洲工作的经历与生活 相关影片与文章 均吸引不少留言与询问 同时 也有网友提出了质疑 微博大V 上帝之鹰 伍杰恩说 20万 先确定是真的在说吧 别等把你骗上飞机 直接把你拉到缅甸去嘎腰子 Tommy HiFi说 很多人以为到非洲上班 工资待遇非常高 很遗憾 仅拿肯尼亚举例 一般新来的年轻员工 绝大多数一年到手的收入 还不到20万 以上的种种情况反映出 中国经济的基本面 目前极其的脆弱 中共目前只是靠大量印钱 在苦苦支撑 其实啊 并不是没有解决的办法 只是统治者为了一己私利 不肯改变 他已经把整个民族 拖向毁灭的边缘 那好 感谢你的点赞订阅留言分享 我们下期节目见 拜拜